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着我们接着再来开就是1-01的这一个系列 1-01 就是所以我对每一包的就是它的那个外形的做工啊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就是他们这一些包装嘛 其实真的为了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秘密卡牌 不然我真的其实也不一定想打开这样的牌 然后是这一个就是大概是人造人13号 然后这样不认识 然后黄金福利萨 然后这个小猫是谁也不认识 然后是这个是人造人16号 然后哇还有人造人14号这么多啊 哇这一个系列 所以说这个人造人那肯定当然 他这个数字都要在的嘛 对吧 不然不可能一个个往前 这个是巴达克当年的一个 巴达克当年这一个吧 还是不错的 因为就是他能他能想到嘛 就是他的儿子可以干掉福利萨 当然那个巴达克跟悟空其实是 其实就是一个魔子里刻出来的 对吧 然后是我们的那个就是贝杰塔 贝杰塔小王子对吧 然后永远的老二他干不过嘛 他每次战力提升就有 就有那个战力比他更厉害的人马上到 对吧 所以是他也是很悲剧的 然后不把打乌龙 这个是名场面 经典的名场面 对吧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 所以每次想到就是 他们就是这一个好玩的事情吧 其实都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都是一些美好的记忆 美好的记忆 然后这张蓝器好像不错 然后我先把这张卡放好 哇 这张是 DPR卡 DPR卡是属于什么意思 他也没有说 这张好帅啊 但是这张是什么系列 我就不知道 这张是什么系列 然后是这张蓝器的这张闪卡 所以 所以这个系列就 我就我就看不懂 1比01 然后是这个系列 而且这张卡又是很帅的 但是风格稍微有些不一样 嗯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我不懂吧 然后像这张磨闪光 前面就是之前肯定就开过啊 大家看过我视频就肯定会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版本 然后这一这一个就是给那个贝杰塔 因为他当时认为他没有好好沾到 bue一下就给他bue死了 对吧 就给他bue死了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系列就是看着 这个是那个苏彩人拼命进攻的 这个是BT07 所以我要跟之前的BT07作为一个比较 这个是他爷爷也是属于老卡呀 然后还有天津饭 这张属于SR卡 迪比的SR卡 所以说这个这个他为什么会有混的一个系列 为什么会有混的 所以所以这一个一笔系列到底属于什么系列呀 完全就是看不懂看不懂 所以还是要还是要做些研究啊 哎这张还是提到这上次开过对 然后是TB02 TB02这一张可能应该是没有的 那个是戒王神吗 戒王神 然后是弗里萨 又是这个大乌龙的 所以说这一个系列怎么搞的呀 大家有没有对这一系列了解的 也可以在下方跟我交流啊 然后这里又是一张BT9的一张闪卡 所以但我记得像当年就是闪卡跟不闪卡 分子还是是很清楚的 就是有些版本他就是闪卡 有些就不是 还是就是他换了个皮 就是说号码还是一样的 因为他怕能力什么不一样 就是换了一张就是怎么说皮肤 也有可能是换了张皮肤 所以我还要跟这个老卡进行一个详细的比较 详细的比较 不然就是这个还是挺难 挺难对这一个系列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 了解 当然好像开到现在就是 这样开到一张SR卡 但是1比01的 然后是这一张是普通的 开到一张 好像就开到两张SR卡 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到三张SR卡 大概一盒就是出个四张吧 当然我还是幻想着 以前我们开到的就是一包全是闪卡的 全是闪卡的 这个是SD 这一张其实确实没有看到过 这张就看到过 所以就很离奇啊 然后淘白白 这个属于新卡了 1比01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属于 这个真的属于 碰到新问题 碰到新问题了 碰到新问题了 然后这一个系列就是看着我又看 看着我真的有些闷 然后这还算两张好卡 一张SR卡 然后开到四张 就是一盒已经开到四张SR卡了 然后基本就应该没有了 对吧 因为像之前他活影的他都有一定的配率配比嘛 对吧 他那个就就也不可能给你很多 因为给你很多 你你到这就不买卡核了 你不买卡核了 他们赚什么钱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心里还是要有 这是仙斗 仙斗后面的设定 还好给那个雅齐洛贝全部吃掉 不然后面这个就 你你你那不停的磕仙斗吧 这个就没法打了 对吧 这个就没法打了 所以说雅齐洛贝也是厉害 当然雅齐洛贝在整个龙都当中 他其实也是属于英雄了 对吧 就是他也救过小悟空啊 等各种 虽然他有些熟 但是毕竟嘛 人嘛碰到这种 危机的时刻 其实真的还是怕是正常的 对吧 怕是正常 除非你经过专业专业的训练 不然谁都怕 谁都怕嘛 对吧 然后说 这个又开到一张SR卡 所以说这个SR卡的概率 还是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但是是所以大概就是秘密卡牌的一个系列 大概就会少 大概就会少 所以说当然也正常 因为像好像那 这一系列的一张 那个秘密卡牌 还可以好像我看网上可以卖到好贵 好贵的 好贵 好贵的 当然这个所以所以我说开不到也是正常的吧 对吧 当然内心还是喜欢开到的 对吧 但是这个其实心里会其实很清楚 这个就开不到 开不到 对吧 对 确实就开不到 然后 然后 BT3的一个120 BT3的120 所以说 原来就是一盒大概是有五张 五张SR 然后我把这张SR拿出来 两张 三张 四张 今天这里就开出四张 然后加上之前的一包 所以就是一盒 现在一盒 经过我的粗略的一个统计 就是SR卡可以开到 六张 六张 二十四包 四六 二十四 百分之二十五的概率 开到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说SR卡 然后SR卡的渲闪效果真的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看 就做工 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出闪的概率就是 每就是每包一张到两张 基本上就是一张这样的一个概率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